你以为汉民族的开拓者 汉高祖刘邦是贡献最大的皇帝吗 其实他只能排第三 第十 汉文帝 文景之志的开创者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宽行省法 将肉刑诽谤谣言等罪全部废除 因此赢得了黎明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此外 他历经途治 勤于正事 后又任用了贾夷 张世之等贤臣名将 并继续推行与民修夕和清谣伯父的国策 不仅将山川临泽全部解禁 还允许民间共享鱼烟铁矿等丰富资源 由此大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元气 更为难得的是 汉文帝本人带头节俭 拒绝修建新的宫殿和增添奢华的装饰 也不允许诸侯王进贡 因而净化了社会风气 他还下大力气兴修水力 镇压平定了诸侯王的叛乱 又与匈奴和亲避战 为发展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 迎来了中国第一个盛世 第九 唐全宗 开源盛世的缔造者 唐全宗李隆基自幼聪颖 长大后仪表堂堂 御是英明果断 在唐龙之变中杀伐果断 诛杀伟后并赐死太平公主 因此成功登基称帝 开源年间 他任用姚崇宋景等贤相治国礼政 还约束限制皇族宦官的言行 并整治了危害一方的外戚奸臣 以政绩优良者轮换到朝廷和地方任职 由此避免的地方势力伟大不掉 对外 他建立了木兵制 不仅成功收复了盈州等故地 降服了回夷等割据政权 还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 和七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因此大唐帝国也在他的手中 成为当时最强盛的伟大帝国 第八 康熙 无可匹敌的千古一帝 康熙八岁登基 十四岁清政 在位六十一年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 他少年时就英明果断 不仅囚禁了权臣敖 巩固了皇权 还在成年后 平定吴三桂等藩王的三藩之乱 并且徽师东南收复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后又亲征准戈尔部的格尔丹 还驱逐了沙俄侵略军和分兵驻守西藏 联合蒙古各部 实现并维护了国家的完全统一 在内政方面 康熙同样功绩斐然 他与民修西和清姚伯父 不但禁止权贵富商圈地 还放宽了开墾荒地的免税年限 使国家经济从战争创伤中得以走出 他还恢复了经察以此整顿立志 并且经常难寻了解民情 又亲自督察河宫畅通草运 因此在康熙的地造下 清朝兴盛的根基更加稳固 康乾盛事则已开启 第七 隋文帝 开皇之治的地造者 隋文帝杨坚志向远大 他登基称帝后 迅速攻灭了南方的陈朝和江陵地区的西凉 实现了自秦汉王朝的再次统一 在内政方面 杨坚废除了九品中共治 改为五省六曹治 因此提升了行政效率 他还深刻体会到民生之困苦 于是推行书籍法 对全国库口经济进行了大普查 并推行军田制鼓励肯荒 还轻摇伯父发展农业生产 极大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 史书记载 开皇之治 气象恢弘磅礴 国库中的涓博粮质堆积如山 这些都是隋文帝杨坚的不朽功绩 第六 成吉思汉 一代天交的不朽战神 他作为蒙古帝国的可汗 在战场上纵横持品 虽然他命运坎坷 在年少成长时期颠沛流离 但是胸怀大志 以富含的旧部起兵 先后覆灭了泰赤雾部 哈塔尔部 又攻占了呼伦贝尔草原 从此开始称霸天下 他还实行谦护制 来建立了强悍的护卫军 此后他又攻灭了金国 花拉子摩等国家 征服的足迹最远达到了中亚 东欧地区 凭借着吴与伦比的战功 他被后世公认为历史上 最伟大的组织家 军事家之一 第五 明太祖 乞丐出身的帝王 明太祖朱元璋 幼年贫苦无一 但志向远大 勤于学习 25岁时参加红金军反抗元朝 经过14年征战 终于击败各路起义军 成功将蒙园逐出了中原地区 此后他先后平定了四川 广西云南等地 并且发动了八次北伐 将蒙园势力赶到漠北地区 最终统一了中国 队内同样成绩斐然 他本就是贫困出身 因此特别注重 抑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 来减轻了农民负担 又奖励肯荒 兴修水利 成为了人民心中的杰出帝王 第四 庞太宗 千古一帝天可汗 庞太宗李世民 军事才能极为卓越 在晋阳起兵后 打败了刘武周 王世冲等科剧军阀 成为大唐建国的不适功臣 后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死太子李建 并成功逼迫唐高宗李渊退位 他登基称帝后 队内休养生息 宽形伯父 抚平随末战争带来的创伤 又功身节约 劝克农丧 鼓励流民开墾荒帝 被西域诸侯尊为天可汗 缔造了著名的贞观之志 第三 汉高祖 汉民族的伟大开拓者 汉高祖刘邦可谓大器晚成 人生前三十年陆路无为 后在丽山斩白蛇起义 又在萧和曹参等人的辅助下 配线起兵 最终将秦国灭亡 并在楚汉战争中击败了项羽 还建立了大汉帝国 在他当上皇帝后 立马集中力量消灭了韩信 英部等异姓诸侯王 又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 由此来巩固了皇权 对内刘邦推行修养生息的国策 免除复原士兵的摇曳 不仅释放公公奴奴币 还减轻填租赋税 并开放五匈奴的官室贸易 使社会经济得到修复 因此在刘邦的带领下 大汉帝国重新焕发生机 使民心得以凝聚 还促成了汉朝雍容大度的文化根基 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 汉武帝 雄才大略的皇帝 在汉武帝刘彻做皇帝的54年里 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繁荣 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汉武帝时期 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的第一个发展高期 他在位期间 罢出百家独尊儒术 不但创建了太学和举贤制度 还开创了独特的文官制度 影响后世千年 他还设置了征朝 来削弱外朝大臣的权力 又采纳主护衍的建议颁布推恩令 分化瓦解诸侯王势力 由此巩固了皇权 在经济方面 他将盐铁酒类收归国家专营 不仅收回了诸侯王手里的铸币权 还开创了丝绸之路 使国家财富激增 对外 汉武帝开疆拓土 吞并了朝鲜百岳 向西征服了大腕 又向北数字击破匈奴 实现了军事上的权胜 也为后世固定国家的领土范围 打下基础 第一 秦始皇 中国历史上的首位皇帝 他39岁就扫平山东六国 完成了华夏大帝的统一 并且在位的37年里 他创立了皇帝制度 将分封制度改为郡县制度 还设立三公九亲治国理政 因此巩固了皇权 对内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 杜梁恒 车轨迟道 又修建灵渠沟通了水系之流 促进了华夏内部 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对外 秦始皇南征百岳 北破匈奴 修建了万里长城防守边境 还使封建制度的基本格局 流传2000年 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 你知道在古剑祈谈中 没把武器的势力最强吗 我该肯定有很多人会说 百里图素的焚祭剑 欧阳少公的凤来琴 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最强的 现在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古剑祈谈中的十大神兵利器 第十 清玉思南佩 清玉思南佩 一魂一魄 永相随 紫玉佩是方南生 及其前世晋雷所佩戴之物 后来他始终不渝地陪伴在男生身边 一路走来 见证了这个阳光少年的成长之路 在经历了生离死别 前世今生的爱恨情仇后 男生终于也明白了 责任与担当的意义 放弃了丹恋的相邻 选择用生命深爱他的女子孙月妍 这也就完美地诠释了 清玉思南佩 一魂一魄 永相随 可见 此玉佩有封存魂魄之功效 一直保护着男生的前世与今生 和辟邪护主义 由此也能看出 这个玉佩的防御能力士组 攻击力并不强 但他也算古剑其他中的神器 因此排在第十是最好的位置 第九 红叶莲 红叶莲是女主风情雪的武器 虽说情雪在剧中 大部分都是充当奶妈的角色 但还是一位够给人 带来温暖的独特女孩 她来历神秘 每一个遇到困难的人们 这也使得给人们制造了一个假象 认为她的武器不怎么样 即使不然 她所使用的武器并不常见 镰刀作为长兵的一种 自古有之 在兵器火上 或可列入罕有的骑兵之中 女主风情雪 是因为和月亮 有着一定渊源的女孩 她所使用的武器镰刀 一起其形容新月之作 无论是武器的名称还是外形 都能让人联想到夜风中 感到皎洁的明月 再结合自己的灵气 对于一些小妖小怪 而简简单单单的 这种又好看又好用的武器 大家应该都爱吧 第八 紫电青霜 紫电青霜是主角团中 剑灵红玉的武器 看过剧的都知道 红玉总是扮演着大姐姐的角色 对身边的几名同伴颇多关照 只是在离开同伴们的时候 红玉偶尔也会露出一丝畅往落寞 不知在她睿智而潇洒的外表之下 究竟仇玉霄有着 怎样不为人知的国王 红玉持双剑而善苦 她的剑舞剧和古老的风云 刚柔并济 时而如泥囊而语 时而又如勇士复战场 正所谓不如意射举之作 角如群帝参龙降 蓝如雷霆收震怒 八如江海迎清光 红玉所使用的双剑 比普通的剑略短 但并非匕首或其他形式的双兵 红玉的剑舞华丽中 带有一股凛然的英丝国发之气 她广袖宽袍 一团红艳舞动如火 将亘古至今的浪漫和速杀 荣玉真是萨气之足 盘点古剑战场中的十大兵器 今天她来了 第七 萧和剑 萧和剑是天游城大弟子 为了掌教真人灵月的配剑 此剑剑身亮如秋水 隐隐发至绿光 一旦出窍 剑气势如破竹 无剑不摧 再加上灵月的高超剑法 此剑的威力更是能发挥到极致 在古剑战场剧情中 灵月凭此神剑 战狼腰至洪水 虽然这把剑算不上上古神剑 但在凡人的手上 能发挥出如此威力 真的不是一般兵器不上风的 并且作为天游城大弟子 其配剑一定不会弱 不然紫阴真人这个师父 真的是白当的 第六 巨剑 疯广莫在剧中的武器 原本是一个法杖 但是在后来失忆之后 意外之中得到了这把巨剑 并且疯广莫本人看起来高大挺拔 十分可靠的外表之下 却是一个狂放不羁 率性妄为的灵魂 看起来大大咧咧 好久爱赌的引尖商 其用剑也非同去逃 仙商所用的剑 宽而厚重 常是无风无刃 须有极大臂力者方可使用 仙商用剑 也让它并非剑之风锐 而是剑之厚重 因而它所用之剑 其材质可能是金铁 也可能只是厚重的玩石 也许在常人眼里 一块并不起眼的厚铁 就能在仙商的手里 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威力 它之所以能力战图书 灵月等三人 就是因为有这把巨剑在手 第五 红玉剑 红玉剑是紫印真人的 两把古剑之一 一阴一阳 它属阴 这把古剑 与其他武器不同的是 紫印真人凭借自己 高深的盗法 将红玉剑灵化为人形 因此红玉两种形态 至于相当于 在对战的时候 多出一个高级方程 要知道 在与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斗时 二打一的优势有多大 后来紫印真人派红玉 负责守护天庸城剑德的安全 第四 玉衡 玉衡是上古邪武 龙渊工匠更是凭借此法 幽获太子长秦先灵的 根据龙渊残卷记载 玉衡拥有引灵之奇效 可吸收大地之力为己所用 欧阳少公寻找此物数千载 最终及其玉衡碎片 并将其复原 后来 他凭借此法宝 恢复太子长秦灵力 实力大增 在世间几乎无人可敌 你知道古剑其他 的十大武器派行吗 现在就让大家了解一番 第三 焚祭剑 焚祭为龙渊柱剑时 脚离 以血涂之阵 取太子长秦命魂四破 如何世间万千怨灵所住 为上部凶剑 凶剑出城 由毁天灭地之威 就连女娲大神 都不能将其毁灭 只能设置阵法 将其封印 其第一任主人 为脚离之子脚月 剑林为太子长秦 在西雍间被天地福西发现 而后被女娲封印后 脚月作为第一任主人 在失去坟禁时 跳入助剑炉 自杀身亡 后来坟祭最后被封印在了 南疆乌蒙灵谷 最后被太子长秦 残魂转世后的 欧阳少公找到 最终 乌蒙灵谷被灭族 只有韩芸汐 也就是后面的 百里图苏活着 因此 百里图苏也成了 坟祭的第二任主人 而坟祭的煞气 也进入了他体内 经过数十年岁月 百里图苏终于能控制煞气 在结局中 使用坟祭之力 与欧阳少公 同归于尽 第二 凤来星 凤来星是太子长秦的 半身法宝 他曾凭此法宝 参加过天界三次大战 而他的对手 都是远古大神 相传坟来星 有五十根琴弦 每弹动一根 为力大一倍 如果能奏起五十根琴弦 便可回天灭地 使万物凋零 只可一后来 太子长秦一触犯天条 凤来星被毁 同时凤来星 也是少公的武器 少公本是天界的月神 擅长弹奏武器 因触犯天条 被剥去天体 但是堕仙之后 仍离不开武器 平时的少公都隐藏实力 只是以弹琴自娱 从来不用琴攻击 是个深藏不露的暴走 一直到后期 黑化的时候 少公才展露出了 他的古琴攻击技能 使用九霄环背琴 琴翻放大招 在终极大战中 原来看出 这把琴的威力有多大了 第一 古军剑 前面说到了 紫阴之人有两把古剑 一把是红玉 另一把则是古军剑 众所周知 紫阴之人爱剑成痴 周期天下明剑无数 而且这把剑 同样也是上古神剑 威力丝毫不亚于焚济 紫阴之人以剑正道 以修炼成剑仙 这把剑的具体实力 其实在影视中有所展现 在大战局跟弟子 百里图苏对战时 这把古剑曾出场过 从对局的结果来看 这把古军剑 还是力压焚济一头 因此海云比一 地深 地深